《摩登天空》杂志 在2000年之前 它是一本音乐杂志 有声的音乐杂志 它出版每一期都带一个卡带或者CD 主要是推荐中国本土的独立音乐 和海外的一些摇滚乐 在2000年之后 这本杂志停了 但是16年 就是过了16年 在2016年的时候 《摩登天空》重启了 这个杂志的计划 现在的《摩登天空》杂志 是一本纪刊 就是每三个月出一期 它是介于图书和杂志之间的一种形式 我们叫MOOC 然后每一期杂志 它都有自己的一个主题 它也比普通的杂志内容要多 要深 但是跟图书相比 它可能更有趣 然后更多图片 更易于人们阅读 然后在纸质杂志之外 我们还有另外两部分 有一部分是线上的 我们会每天做这种原创的图文推送 在微信和其他的一些平台上 还有一部分是一个视频的一个团队 我们会做自己的原创的短视频 我们所有的这些内容围绕的 主要是中国和海外的一些青年文化 以及跟青年的生活方式相关的方方面面 这次魔灯天空到柏林 主要是要采访柏林这边的青年文化相关的一些内容 我们链接了很多在柏林的青年文化的场所 包括在这几十年来 一直在柏林推广 推动青年文化的这些主要的关键性人物 包括Techno音乐方面的 然后Club这方面的 然后还有一些独立的设计师 然后独立的杂志 还有街头艺术 还有他们相关的一些 比方说另类时尚的一些设计师 一些产品 大概是这些 我们想把柏林的当下青年文化的状况 带回到中国 然后给中国的年轻人 让他们能看到 在柏林之后 我们还会有海外的其他城市的这种专刊 可能在中国的 现在在可能一些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年轻人 他们对柏林的印象 主要是夜生活 Club这种文化 包括他们知道柏林是Techno的一个在欧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与此同时 柏林的这种戏剧文化在中国也是非常有名 就是在中国的戏剧爱好者当中 近些年来有很多柏林的乃至全德国的这种著名的剧团都会到中国去演出 比方说邵宾娜 比方说就是德意志剧院 就是很多很多的著名的导演 在中国的年轻的戏剧爱好者当中都有非常高的这种影响 比方说邵宾娜的托马斯奥斯特马亚 然后很多很多其他的人 同时我觉得德国的这种设计 在中国的一些设计爱好者当中也非常有名 这个可能就是中国的这些青年对柏林的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些印象 但是柏林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 可能没有来过柏林的人很难知道 我们这次的采访 我们这次的专刊的制作 就是想把柏林可能大家就是作为一个游客到柏林来 他们看不到的一些方方面面 然后把它做成杂志 然后呈现给大家 这是我第一次到柏林来 然后我对柏林的第一印象 就是它比我想象的还要破 我说的这个破可能不是一个贬义 就是我非常直观的这种感觉 就是说那个街上的整个的色调 包括建筑整个的状况 然后包括人们的穿着 然后那个人们的状态 但是我觉得在这种破下面 它其实是一种怎么说呢 是一种重生的感觉 就是很强的生命力 蕴含在这个破的表象下面 这是我的一个感受 但是我可能到这的时间可能上短 就是很多很多东西还没来得及去去感受 我觉得完全有可能 完全有可能 我认识的 或者说我间接认识的很多中国的青年 他们可能是有的是学艺术的 有的学的东西跟艺术 可能也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他们都会到柏林来 有些人会定居在这儿 然后有些人会慕名而来 可能在这儿住一周两周的时间 然后他们去不是像一个游客一样 到处去逛景点 而是到这儿可能体会柏林的年轻人 他们怎么生活 其实我觉得在德国的这些年轻人 可能他们也有这种了解中国年轻人的这种意愿 可能通过戏剧艺术或者其他的什么形式 这个两者之间的交流其实是可以达成的 因为我去年我去到了汉堡的艺术节 就是大概在五月份的时候 然后在那个艺术节上 也有一些中国人的这个剧场作品到德国来演出 我相信在柏林 因为我所认识的一些就是戏剧爱好者 包括那个年轻的一些演员或者导演 每年都会到柏林来 就是大概在五月份的时候 他们对柏林乃至整个德国的戏剧 有一种朝圣般的这种热情 然后现在中国人也已经开始 把自己的作品带到欧洲 带到柏林来演出 我觉得还是通过一些文化和艺术的形式 他们是最容易达成两地的年轻人之间的交流 《摩登天空》今年所关注的海外城市 这种青年文化的话题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这些年来 我觉得就是对比方说柏林 对柏林的一些报道都非常多 可能就是关于柏林的夜生活什么的 但是大家慢慢的就是把柏林的一些著名的 比如说一些著名的club 比如说Burham那些地方变成了一个旅游的一个景点 但是可能很多人都很神往那些地方 但是不知道他背后发生了一些什么事 你像这次我们过来链接我们采访的 今天的这个Falk 还有那个昨天他们采访的Mark Reader 包括我们即将要采访的Blicks 他们这些人 他们其实可以告诉大家 现在柏林的这些繁荣的这种club文化之前是什么样子的 他们的来龙去脉 他们的前世今生 我觉得这个比 大家就像游客一样到柏林来 就是转一圈 然后去各个地方自拍一下 或者说什么去一些什么网红店 网红夜店什么的打个卡 可能更有意义 我想这本杂志做出来之后 如果大家拿着这本杂志再到柏林来 可能你会感受到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柏林 我希望这本杂志能够达成这样的作用 我们也正在努力